真的他敢向人民解放军开第一枪的话 那显然就意味着我们统一之战正式打响了 那么显然你的这些所谓摧毁区 只能变成被摧毁的对象 这次台湾方面他是把防空体系设立成三种 大概从30海里到12海里 那么基本上属于监视区 还有警告区以及摧毁区 就意味着如果你进入到30海里 进入他的监视区 可能开动雷达对你进行追踪 那么如果一旦进入警告区 可能有战机起来对你进行驱离 如果进到12海里 他就直接发射导弹把你摧毁 从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区设置 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为什么呢 你要想真的摧毁 首先你的实力要足够强大 就你的空军和你的地空部队 能不能真的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显然面对着两岸不对等的这样一个军事实力 这个所谓的摧毁区 我想对于台湾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如果我们的战绩真的实施祖国统一的 这样一个征程的话 那么显然你的这些所谓摧毁区 只能变成被摧毁的对象 再有一个就是台军设置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区域 更多的恐怕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 因为真的他敢向人民解放军 开第一枪的话 那显然就意味着 我们统一之战正式打响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台军有很多的动作 4月初的时候 他发射了一枚 疑似是天空三的增程型的防空的导弹 另外在4月份也多次发射了导弹 据说在5月份 这种实弹射击将会更密集 那么这样一种举动 首先凸显了民进党执政当局 以武俱统的这样的一种态势 希望利用一些高性能的武器 远程打击的武器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构成相当的威慑 同时能够利用这样的武器 阻止解放军的最终实施这种统一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 这也是一个自我壮胆的一个举动 展示台湾的所谓的科研部门 他们的这样一种武器研发能力 是有能力保证台湾安全的 既做给台湾民众看 同时也向外部 特别是一些希望干涉台湾问题的外部势力 来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台湾是有这个意愿跟大陆来进行对抗的 那么再有一个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它的试射也是针对人民解放军常态化的 对台湾地区的巡航 和在台湾地区 包括台海周边的军事演练 做出一个明确的回应 应该说挑衅的意味非常浓的 但是说实话 台湾的科研能力有限 同时即便是有一定的研发能力 它的生产能力也是积极有限的 仅靠几颗远程打击的导弹 希望能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整体的 这样一个对台独的遏制 我想这属于杯水车薪 更多的它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就是对大陆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势 但是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这样一个实力 和公式和信息面前 这样的一些躺臂当车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实这一点台军也好 民进党执政当局也好 还是台独势力也好 心里是清楚的很的